不是這個案子從一開始 洞414那一天的話 我就是中國時報的 第一線的召集人 洞414 白小燕知道 被綁架之後 四月十四號那一天 包括我們那時候 包括勒索的辦裸照 斷紙 全部都是我第一個拍到的照片 所以那個時候 包括白小燕屍體 在那個中港大牌找到 我也是第一個到現場 那當然這個案子 我也是第一個到現場 這個消息為什麼出來 你知道嗎 應該要講到前一天高天明 在石牌路被人家 被警方圍捕之後 他舉槍自殺的那個案子開始 其實我們講說 這三個人的關係 裡面陳靜新是負責什麼 攻堅 殺人 衝的 他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幕後包括支柱 還有說逃亡路線 槍支供應 全部都是高天明跟林春生 兩個在接槍 所以後來林春生 在武藏街槍戰 自殺之後 他就跟著高天明兩個 躲在板橋長江路那個地方 每天騎著摩托車 就過那個滑江橋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還曾經問過陳靜新 我來訪問他 採訪他的時候 問他說 他在獄中的時候 對 我說 你為什麼可以每天 這樣摩托車騎過去 不是都有那個鋼燒嗎 每個我們那時候 騎摩托車 經過那個鋼燒 那個安全帽道打開 對啊 對啊 那個警察看到之後 他說 警察沒聲音 露音 那個講話很粗 他說 我拿起來之後 警察看著我 因為那時候 已經把他妖魔化了 你知道 直到他是陳靜新 警察叫他走 對 因為把他妖魔化 你看在永和那個時候 不是有一個警察 交通分隊的警察 跟陳靜新面對面 一碰到面的時候 那個警察嚇到摩托車跌倒 為什麼 因為他真的是覺得說 這個就是摩啊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 大家都很恐怖嘛 很怕他嘛 所以後來高天明 那天死掉之後 陳靜新開始沒目視 他一個人不知道 到底要躲到哪裡 可是他想起來 高天明之前 就是在死之前 有跟他講過說 這個事件要把他搞大 搞到變成國際事件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 高天明還沒死之前 他們就預計好 要去搶什麼 去關渡橋上面 去攔截美國學校的校車 是搶整台校車 就把他挾持做人質 變成國際事件 那陳靜新那時候想到說 國際事件 那他的最終目的 到底一開始是想要幹嘛 因為他知道 在台灣活不下去了 剛才那個書裡面有講 你是說他綁架了白小燕之後 他要把他搞成一個國際事件 所以包括一度 要去攔截美國校車 也都是在發生 對 美國學校的校車 在過世前幾天 才跟他商量好 那個時候他 所以他講到說 高天明講過說 要把他鬧成國際事件 要搶那個美國學校校車 要把他挾持對不對 那現在剩下他一個人怎麼辦 他就剛好在北投 那個行律路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剛好是什麼 我們那時候的外國使節區 他那個房子是一層一層一層 就是那個山坡地 這個房子是一層一層一層 都是別墅區 他那時候就在那邊騎著摩托車看之後 發現說有一個那個大使的車 有沒有 我們大使的車不是 就死制這個車盤 就著冒起 他也不知道他是誰 看到從車庫進去 他就知道說 跟著後面摩托車就衝進去這樣 他就知道說 躲在那個摩托車車庫裡面 他進去之後 剛好克里斯丁在彈琴 他就挾持到樓上 一堆那個什麼 他們家左茂齊一家人都在那邊 所以那個時候 他要求他自己打電話給北投分局 所以我來這邊 挾持那個左茂齊他們一家人 我不知道他是誰 反正就外國人就對了 陳信心自己打電話到北投分局 而且他那個時候還叫梅蘭妮 打電話給CNN 所以那個時候是兵分多路 把消息散播出去 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召集人 那個記者每天都在盯這個新聞 因為他之前也曾經在北投 綁架那個陳朝陽那個商人 所以他綁架很多案子 所以這個都有地緣關係 然後也進入到民生東路 要求那個女子煮飯給他吃 他就流竄在整個大台北地區 而犯下無數的案件 可是他後半期 都在板橋跟北投這個地方 活動比較平凡 所以高天明為什麼在死排這個地方 被人家被警方抓到 就是因為他那個時候後半期 都在這個地方 晚上才回到板橋長江路這個地方 在那邊睡覺 好那他進去之後就開始這個 一連串 那個時候大概七點多而已 我們接到消息 到現場大概八點 那個時候警方第一波 就偉安特勤隊 到現場的時候 他就開始準備要進去救人職 因為他不知道裡面 到底是什麼東西 連陳津新 是不是陳津新 他們都不敢確定 對 所以他們就從車庫 剛剛我們看到說 從那個大門有沒有 被打的那個槍 子彈都壞掉那個大門有沒有 他們本來要從那邊攻堅 另外一隊是從車庫後面 要衝上去閣樓 要去攻堅 所以那時候第一波參戰 就是那個時候發生 後來等到 偉安特勤隊布高點 有沒有 我剛才講說 那個房子是一層一層一層 所以旁邊的高點布了之後 從那個咀嚼鏡看到說 裡面 他抱著那個小孩子 陳津新 那時候指著兩把槍 一把指著梅蘭妮 一把指著那個佐茂奇 他們才知道說 大事大條 那個時候就不敢攻堅 那時候侯友宜到現場之後 第一個他先安撫陳津新的情緒 他說安撫好 我那時候就站在封鎖線 其實那個時候 沒有什麼封鎖線概念 真的 對 那個時候封鎖線 剛開始就是在那個 外圍這個向道而已 我們剛才看到那個大門 外圍的向道 剛開始只圍這樣而已 後來是因為裡面 越來越激烈之後 那個封鎖線一直往後退 可是那都聽到槍聲 對啊 因為那個地方 我們那時候連線的時候 記者在連線都聽到 現場 但是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時候侯友宜進去 就先安撫他 而且那個時候 前進指揮所已經設好 那時候包括什麼檢察總長 最高檢察署 檢察檢察長 板橋地點署檢察長 全部都在現場 丁元進 楊子進 都在現場 所以那時候侯友宜先安撫他之後 他說你有什麼需求 我先回去前進指揮所 跟長官開會 講一下 哪知道他才從我面前 這樣走過去而已 前進指揮者在後面 他那個卓茂吉他家在那邊 我們都在封鎖線這樣 就是一條巷子 他才走過去而已 就聽到 砰砰砰砰 侯友宜就衝好快 就往回跑回去 他就開始滑了 進來 你要衝什麼 就一直喊 原來那時候陳靜新 他因為偉安特警隊 那時候還在外面部署 至高點有外面部署 你知道那個紅外線 那個光點 竟然就從窗戶射進去 因為那個時候前進指揮所的兩邊 專案小組是有兩派 一派是主張攻堅隔壁陳靜新 另外一派說不行 這個如果打到打傷了 這些五官的這些人的話 會變國際事件 台灣會受不了 所以就是說 先把陳靜新勸服下來 所以那時候才會出現說 勸服完之後 他本來就問他們說 究竟你陳靜新有什麼需求 我們後續要怎麼談判 哪知道 那個時候就是那個光點 而且那個玩特警隊在後面 我不是講過後面車庫上去是閣樓嗎 他們竟然在那邊架梯子 去扣扣你知道 陳靜新看到外面 怎麼又有人影又有光點 以為他要攻堅 他本來兩把槍 一把指著梅蘭妮 一把指著那個卓茂奇 他的另外一把拿起來 就開始對外面開 後來這一把槍 要轉過來 兩槍一起開的時候 才轉過來 那時候他太緊張了 板機扣 所以才會打到卓茂奇的膝蓋 跟他梅蘭妮的背 那兩槍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在雙方面在互相的對峙衝突裡頭 可是卓茂奇的說法 那這個子彈應該是從外面打進去的 因為卓茂奇是非常清楚講說 卓茂奇跟台灣政府最大的爭議點 就是講說後來 丁元 就是這個警政署長丁元靜 跟這個行政院副院長張孝妍 去探望的時候 其實一直要堅持講說 是陳靜新把他打傷的 可是對卓茂奇來講 是誰打傷我 我會不知道 我的資料是後來 整個專案小組結案 地檢署結案 法院結案之後 他的判決書跟那個起訴書裡面 所有記載資料 而且卓茂奇講的 其實很容易查清楚 維安特勤隊用的槍 MP5衝鋒槍 那個那一天 那個誰 陳靜新拿的是一個93 支持手槍 或者一個克拉克手槍 所以到底是誰打到他 從子彈看得出 卓茂奇是說 就講說在一開始 這個就等於就是擁亂槍 其實不只是 不只是你講的那個攻堅隊 就是講說 其實因為每個人 變成每個警察都有槍 每個人都可以開槍 所以這個簡直是一個亂槍 大概他講到的是一個現場 整個這個混亂的情形 那當然卓茂奇 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講說 侯友宜進來以後 侯友宜就是講說 卓茂奇的那個傷勢 看起來比較重 因為他流血比較多 可是實際上 卓茂奇 可是卓茂奇送到醫院去 根本沒有任何的手術 沒有就有點像是那個 連勝文中槍一樣 就是有時候 我覺得不可思議 可是在事實上 真的就有這種事情 就是流血很多 但實際上根本沒有 沒有傷到骨頭 沒有什麼 完全沒有手術 就幾天 就是一兩天後就出 因為卓茂奇是膝蓋 那梅蘭妮的子彈 是從背後這邊打進去 但梅蘭妮那個是打在子 轉到臀部這個地方 對對對 所以在裡面 所以陳靜欣堅持 要把梅蘭妮留下來當人子 可是就是變成講說 侯友宜根本不理陳靜欣 就堅持就 那因為梅蘭妮很輕 那到底誰打傷他們呢 你還是沒有講 卓茂奇說誰打傷 卓茂奇堅持是警方 警方開的槍 對對 堅持是警方 警方一開始亂開槍 他認為是警方開槍 才逼陳靜欣開槍的 當然這個警方絕對不能 我相信警方絕對不會 警方不能接受 所以警方要逼陳靜欣自殺 要把陳靜欣 或是要把陳靜欣 像高天明 或是像林春生那樣亂槍打死 我相信這也是必然 卓茂奇這麼認為嗎 對 認為說警方當時辦案 來這段你可以完整論述嗎 然後警方跟他交涉的過程裡頭 我看你說警方要他試圖說 你要咬出是陳靜欣打傷你 然後他不從 這段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想這樣子 就是講說因為當時政府 也不願意讓他變成一個 就是講的國際事件 如果這個是警方打傷的 就是講說他會變成國際 他會變成國際事件 但是我覺得講說 在這樣一個衝突的過程中 這是必然的事情 就是一開始就是講說 情況就是在這個前進指揮手 根本就還沒有設立之前 其實就已經槍戰 就已經槍戰發生 因為像剛才 學會講到那個報案的經過 其實他是他事先 他們也有打電話出來 因為陳靜欣有逼他們 要打電話出來 因為他就是要讓國際 要讓國際都知道 所以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當時有這個中國郵報 就是講那個是 因為那個英文比較好的 那些媒體就已經打電話進去了 我們國內媒體其實 本來是後來打進去的 好 那這個就講說他希望要釀成一個 從頭到尾他們設計的 就跟剛才學會講的一模一樣 他要把它變成一個國際事件 他一直以為 他一直以為卓茂奇是美國人 他看到美國 他看到這個高大的白人 就認為是美國人 哪裡想到是跟南非 而且當時的狀況是這樣的 南非已經宣布要跟臺灣斷交 但是南非跟臺灣 因為在過去就是講說 這個白人政府 實在因為關係非常的密切 尤其是有軍事上的合作 沒有辦法那麼快斷掉 所以他是說 等到1997年的年底 才要那個 就是講說正式斷交 所以卓茂奇在臺灣 還有四個月的任 還有四個月的任期 結果沒想到就在這個時候 發生了這個事件 所以這個在當時會變成國際事件 也是有這樣一個因緣際會了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廖小君 很開心跟大家要分享 我們低調籌備多時 終於雲開見日 可以大聲說出的事情 我所主持全新的政論節目 我們Real Talk真實對話上架了 在YouTube頻道上架 過程當中的確把90%的精力 都花在攝影棚的設計 包括燈光主持人跟來賓互動等等 調戰臺這個創意跟論述內容 是讓每個來賓的觀點清楚呈現 過程當中你可以交流 可以交鋒 當然優質節目影響力非常重要 需要每個觀眾朋友的幫忙 把大家公開這個好消息 同時也許有人還不知道 但是眾志成城擊殺成塔 請大家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當然這個小小動作不需要花錢 但是每一個動作都是連結 你我最好的一個管道 透過了訂閱 每一個你們都成為 我在全世界的好朋友 隨時都在 隨時可以開心聊天 討論台灣的重大事件 當然可以討論包括了 國際間瞬息萬變的事情 這個平台我們彼此聽見不同的立場 雖然聲音立場不太一樣 我們需要這個平台 一個包容多元觀點的空間 彼此願意傾聽 更重要的是 每一個可以講真話 真實對話 Real Talk真實對話的初心就是如此 我們在關心國內外政局 變動的同時 更可以認識台灣在區域安全 與全球民主聯盟 所扮演的非常重要角色 因為我們信守台灣的價值 堅持對國家的忠心熱忱 期待Real Talk真實對話這個平台 期待你的聲音 期待百家爭鳴 百花齊放 我是廖曉君 有心就有力 加入我們的訂閱行列 多多分享 讓我們的聲音 可以傳遍全世界每個角落